大家好 我是杜蒂豪杜蒂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洋蔥湯 洋蔥湯我小時候很喜歡喝 如果我去餐廳 有羅宋湯 白湯 洋蔥湯 我必定選擇洋蔥湯 洋蔥湯很棒 最棒的是一口芝士一口洋蔥 感覺很棒 跟大家說一下材料 材料最重要的是洋蔥 洋蔥用四至五個 這個份量大約可以煮到四碗 芝士 我喜歡Masarali cheese 來做那個面塵 少少Maggie Fish sauce 叫做甚麼 讓我看看 魚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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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燒糖 鹽 胡椒粉 和燒酒 胡椒粉我都拿錯 不是用白胡椒 是用 積磨的胡椒 先切洋蔥 先切洋蔥 把整條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煮這個洋蔥湯最好要有少少 雞湯 調起味 我不是用很多的 我大概用這裏的 100mL 拿少少味 沒有雞湯的 加少少雞粉也可以 輕易過鑊 但不要太熱 因為洋蔥很容易焦 我們要慢煮它 你感覺到有少少少熱呢 就可以 拖回到中火 用中小火煮洋蔥 煮它大概 20分鐘左右 不要心急 慢慢煮 不要等洋蔥焦 它會慢慢變金黃色 炒爛炒就散了 保持中小火 現在洋蔥都炒了8-10分鐘 你看 開始軟身 還有開了少許變黃 繼續炒 還未準備的 還未可以的 繼續炒 好了 都煮了 差不多20分鐘 大家看看 變成金黃色 是不是 那就差不多了 煮多兩三分鐘 看不見洋蔥 現在看到洋蔥 這樣的色水 就差不多了 就好像炒河粉 炒到 豉油王炒河 什麼都沒有下過 慢慢會變軟身 會變色 因為裡面有些糖分 會釋放出來 煮少少酒下去 讓它更香 加大一點焗火 這個時候可以調少少味 加少少糖 加少少魚露 加少少魚露 這樣會香一點 和鮮味一點 美極 不要太多 加少少魚露 兜一兜 然後加少少鹽 胡椒粉 然後呢 這裡不是很多 因為之前已經痛了 是不是 只剩下100mL左右的雞湯 剩下100mL左右的雞湯 還有半杯 水 加進去 再煮一煮 然後再煮一煮 都要逼一逼的味道 試一試味 我覺得可以加多一點糖 還有加多一點美極 調回去你認為適合那個味 可以 加慢火了 最終呢 加少少豉油 嗯 正確 是這個味道 好這邊 準備好了 切一塊 厚厚的 芝士 來吧 芝士 我多點芝士 我喜歡多點芝士 這個包包 五百度 放進去 八分鐘 這個時刻你要小心 可能八分鐘有時會太久 用肉眼看著 看芝士很快就會溶 剛剛好 芝士多漂亮 這個 這個 和 還欠一件東西 這是一碗 你準備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洋蔥湯 我們看來看 這次是 你的 你 有 有 有